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很浪费对吧 肯定会有人说现在都有流量卡了 最便宜的每个月只要一毛钱 基本上不花钱 只要一毛钱 你每个月不花着那么几百 怎么对得起这么低的资费呢 如果能把每个月流量卡上用不完的流量 插到路由器里 那该多好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华为4G路由2就派上右场了 每次被押到空间里这个网线 还得自己挑这个路由器 好烦啊 是吧 一百兆 每年一千四 再来一张七百 拿钱吧 干嘛 你通网啊 这什么呀 这一个路由器能插4G的流量卡 既插几有 特别方便 所以不用你的网 哎 哎 哎 那个我把网退了 我跟你签 咱俩一起用的呀 嗯 不行 我住在这儿把流量卡和路由器都带走 万一带工作 哎哎哎 咱商量商量嘛 哎呀 你自己不会买个路由器嘛 笨死我 如果是父母老人住的这种老房子呢 通常这种老房子 没有通这个一百兆的光纤 而且价格也没便宜多少 再加上父母家用网又不多 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实在是太浪费了 如果用华为4G路由2 插上流量卡 那就省多了 既插既用 基本不用调试 父母自己在家也能搞定 等到了交易花费的时候呢 你这个流量卡里充点钱就好了 喂 老板 喂 我看家里的网根本没有充过钱啊 能这么一直用吗 能能能 嗯 就我一朋友送的 免费的 好事啊 那我问你 老爷二姨张大婶 李大爷要不要用网 你也送他们一条好不好 还有一种情况 许多开商铺的朋友 都特别讨厌新店开业的时候拉网线对吧 撤现麻烦 安装配件 预留商还会根据商业标准收费 会很多呀 最烦的是 我在店里拉到条网 回家还要再拉条网线 为什么就不能把网塞到包里 用到哪儿 拿到哪儿呢 为什么就不能呢 便携 只要是有4G地方就都能用 可以是奶茶店 可以是小爆经 可以是烟酒店 可以是小餐厅 咖啡厅 还有什么长江来着 嗯 大家要想到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一下 第一个 你以为我 在这儿换了啥呢 要你管 要你管 我 管 我 我 我 有 我 我 我 肯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